欢迎收看小春电影 我是主播小麦 本期要为您解读电影 马自顿教授与神奇女侠 故事发生在1940年的美国 一群孩子和家长正在烧毁神奇女侠漫画 原作者马自顿望着这一幕 却只能待在原地无可奈何 因为神奇女侠漫画涉及大量捆绑 虐待 同性恋以及其他不正当行为 美国儿童保护协会 对马自顿发起指控 如果没有合理又正确的解释 那这位超级女英雄将被政府销毁 面对这项严重的指控 马自顿不得不为自己辩解 讲述相关神奇女侠的创作过程 马自顿拥有哈佛博士学位 此时大学里的心理学教授 他提出著名的DISC理论 支配 诱导 臣服 服从 根据他的研究观察 人类的关系归根结底 不可纳入这些情感分类中 马自顿的妻子伊丽莎白 拥有心理学和法律双学位 担任赵夫的助教 两人正在研制传说中的策谎仪 当时他们对于心理学的研究陷入僵局 急需招募一名助手参与进来 于是年轻貌美的女学生 奥利夫加入了研究小组 她的母亲和姑妈 都是女权运动的著名人物 加上伊丽莎白 常常抱怨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 这使得奥利夫在许多观点上 与马自顿夫妇志同道合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奥利夫和这对夫妇产生了化学反应 她与马自顿互相亲心 也对伊丽莎白暗生情愫 直到某日 她带着这对夫妇 接触到全新的领域 女生领域派对 派对上的女生必须穿上婴儿服 他们会指定一个新生 要求完成各式各样的任务 不服从 就会受到肢体上的惩罚 奥利夫被命令 用不板拍打同学的屁股 随着跪在地上的女生 强忍羞辱发出惨叫 马自顿夫妇竟相互产生了情欲 他们理想到人的情感 会影响血压的收缩 这已成为策谎仪的原理与雏形 另外一边 因为对心理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奥利夫对策谎仪提出了重要建议 提问有意义 有价值的问题 才能验证机器的准确性 于是三个人 轮流用策谎仪玩起了真心化大冒险 这让马自顿与妻子的关系 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实验的结果非常狗血 策谎仪震慑了三个人之间 互相产生了爱慕 马自顿既爱着白玫瑰 也爱着红玫瑰 而伊丽莎白和奥利夫 恰好都是双星恋 随着这层纸被捅破 他们组成了令人震惊的三人家庭模式 开始了一夫两妻的幸福生活 然而 学校收到了大量的举报信 都是关于马自顿夫妇生活淫乱的内容 就这样 马自顿和伊丽莎白直接被学校解雇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 奥利夫主动辍学 跟随他们搬到郊外一起生活 这段匪夷所资的三角恋 成为了整部电影的核心 他们不仅滚到了一起 还生下了几个孩子 这个家庭的分配也非常明确 马自顿夫妇外出负责打工赚钱 奥利夫在家负责照顾孩子 在当时 由于同性恋被视为精神疾病 他们只能对邻居谎称 自己收养了奥利夫和他的孩子 某日 马自顿偶然路过一家俱乐部商店 自称想给妻子买一件万圣节服装 心理社会的店长就推荐了正殿之宝 一件亚马逊风格的略恋服 原来 这家店是一个隐蔽的SM俱乐部 店长还向马自顿推销了一些烂眼的插画 马自顿兴奋地认为 他们形象而生动地解释了DISZ理论 支配 诱导 臣服和屈从 这些插画作为理论的隐喻 反而轻松地解读了 自己半辈子都在研究的东西 之后 马自顿带着两位亲子观摩捆绑艺术 由于是男性作为主导地位 让伊丽莎白深感业务 可Olive对此却很感兴趣 在伊丽莎白与马自顿争吵的时候 Olive擅次穿上了情趣服装 手拿绳索 穿着性感紧身衣和高跟鞋 戴着宽大手镯 站在舞台上 这使得马自顿突发奇想 创作了一部 名为神奇女侠的漫画 灵感正是来源她的两位妻子 人物性格借鉴了伊丽莎白的强势 外形借鉴了Olive的柔美 主题则是三个人思想的汇总 和平主义与女权主义 马自顿说服主编出版这部漫画 结果也正如他本人所料 神奇女侠漫画依靠而红 已经发行就风鸣全美 甚至有超越超人的势头 神奇女侠手中挥舞的真言套索 暗指马自顿的SMP号 而被捆住就会说实话的设定 则是将策谎一漫画化 日常生活中 他们经常会上演精彩绝伦的三人形 这种花样的玩法 放在19世纪简直惊世骇俗 直到被邻居无意间撞见 这种生活遭到来自社会的各种唾骂 不但影响到几个子女的生活 他们的关系 也由此暂时告一段落 镜头切换到电影的开场 儿童保护协会希望马自顿 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 认为人物是在引导孩子 正确看待女性 他不肯听取出版上的建议 也不肯修改任何细节画面 结果导致了辩解的彻底失败 两年后 马斯顿医患皮肤癌去世 神奇女侠的形象也摆脱了束缚 不健康元素 从漫画里全部被剔除 后来者弱化了 有关SM的情节和设定 更加突出女权象征的一面 这倒演化成盖尔加朵 塑造的骨感顽强的女战士 而伊丽莎白和奥利弗携手 生活了几十年 直到相继去世 他们生下了四个马斯顿的孩子 三人之间的传奇故事 也画上了句号 他们的行为固然与世俗相悖 但为人类心理的探索 包括为女权的抗争 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 此外 非常赞同马斯顿教授的一句话 坚强的女性 更适合 做这个世界的主人 观看电影解说 关注小船电影 欢迎你在视频下方 进行留言和评论哦 我是主播小麦 我们下期再会